我是说我觉得今天云云众生 情绪的苦恼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都不说 但是并不等于 你难道没有在暗夜引气过吗 从来没有 你这个没心没肺 原来你才是没心没肺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 我分手都分的挺健康的 你没有被抛弃过吗 被抛弃过 但是我不说我就找对方聊 我说我们坐下来聊聊 说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要抛弃我 对为什么你抛弃我 我们聊聊这个事 然后他就说 他觉得他没有准备好 就是说走到更长远 比如说走到婚姻啊什么 因为他跟他一样 就摩羯座嘛 他会想的很多 他觉得他没做好这打算 他觉得也不要耽误我 我说哇那你还真的是一个好人 我是很真诚的 然后你就自我宽宽为了 对然后 他也是为了我好 那行算了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所以我觉得分的很健康 你真是知道好歹 真好真好 这摩羯座只有 我觉得就是说 这种我觉得分的很健康 和我后来回想 我之前每段感情都分的很健康 因为他都是说 不是两个人闹到不可开交 而是两个人都提前预见到 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而且很大几率可能会发生 两个人就商量 那确实是走不下去了 痛苦吗 不痛苦吗 痛苦怎么 怎么熬过去 别人可能痛苦 你不痛苦吗 我不痛苦 这是心里极其健康的 我们太痛苦 还是有极有问题呢 其实我刚才你们在探到这个话题 我就在想 你就怎么去理解恋爱 这到底什么叫恋爱 什么叫呢 这个恋这个字 在那个情感当中 是一对一的情感 这个一对一的情感呢 其实爱是非常多的 但是恋呢 是非常少的 换句话讲 生活当中真正的恋 能成功的不多 也就是说 就像假如说 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就这一个人 我心里永远有他一个地方 不一定成婚姻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恋呢 是可以不成婚姻的 但是呢 就是心里喜欢你 然后呢 看着你快乐 我就特别快乐 然后还有一种呢 我们我觉得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 实际上交朋友 就是算一种 一种也算一种情感 但我认为够不上恋 所以有些人 他才会跟你分手 马上跟别人好了 真的要恋的话 就是你那刚才有点恋 就真的是恋的感觉了 就是很受伤的感觉了 所以我是觉得 要是如果我们稍微 有点那方面的知识的话 就最开始都不要 往恋字上走 就先往这个 就交朋友 交朋友呢 就是说咱俩不是那个关系 咱俩就是一个朋友关系 买卖不成仁一再 对 就是朋友关系 最后这个朋友关系 到底什么程度呢 就两个人在一块相处 特别舒服 就是说 我并不是为了跟你要恋 但是我就觉得 跟你在一块舒服就舒服 不舒服就分手 但是我们就是好朋友 我觉得这种的情感 就是比较成熟 因为它确实有一个 配不配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 我们很多年轻人 他就觉得 这就是一个爱 我自己爱 结果他不知道 爱其实是一种付出 而且是一种包容 很多人的爱 就是我要得到 所以我觉得我女性 去理解男性的这种感觉 就是我看到珠宝 有时候看到一个东西吧 就特别想拥有 但是拥有你又实际上没用 可是你就想得到它 越得不到越想它 真买回来就无所谓了 还有就是 你很在乎 很珍惜的东西 你失去了 对 这失去的痛苦怎么 那就再来一个 你再买一个 不就完了吗 你比如说 我这个养的小狗 第一条狗 当时我带着就非常喜欢 结果被车给撞了 撞了 我当然一天不敢见人 就是一张嘴 就电话一接都要哭 我从来不哭的一个人 最后我女儿 特别能理解我 她第二天就领着我 到外面去买了一条 回来 回来以后 这条一抱到心里 马上就特喜欢了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一种 就是你可以用一种方法 来让自己解除这个痛苦 那你一般分手之后 还能跟对方做朋友吗 不能 为什么呀 就不能再见 为什么呀 怕哭 不好意思呢 还是说 就不能再见 那就不见 因为我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就是我再见他 特别不自然 明白吗 就是明明我们有过这一切 但是咱们俩要装的 方舟自今 看了什么书啊 就是 不是说不能做朋友 要装算的话 也可以交 但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我朋友很多 我不需要在这这 自找别扭 交这么一个朋友啊 那我觉得文道老师 肯定是能继续做朋友的 可以啊 对 而且我觉得 主要问题是在于 你可能难的地方 在于你不太知道 这个正确的模式 跟比如说大家交往的 这个深度 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 往往是分手很多年之后 很多年之后再见 比较容易成为朋友 那当然了 那当然不太可能 比如说我们今天分手 明天是朋友啊 这个就难度比较 方舟可以 方舟可以 谈谈 咱们谈 咱们谈 咱明天交朋友啊 这东西我都怀疑 有没有真的恋上 就像李老师 有 我跟你说 真的就有 我觉得就是 有的人过不去这个坎儿 你比如说有的人 为什么会走向自杀 哎 我跟你讲一个 有的人 有一个人通过自杀 开悟了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应该是真实的新闻 因为在网上说 有个村啊 叫大水村 哎 这哥们很逗 他看上了一个 甚至家里呢 还都交了20万的彩礼 你知道吗 就都准备要成家了 结果女方呢 突然这个反悔了 就不跟他好了 不跟他好了 这哥们就很痛苦 很痛苦 他就说 哎 我觉得真是网络一族啊 就是说 我不但要自杀 我要用一种 什么样的方式自杀 我还要拍下来 直播 放到网上 外国真的有这样的 就对外国有这样的 有个小伙子 是土耳其的 还是哪啊 就你们以为我是假的吗 你们以为我是假的吗 啪一枪就 真的就是这样 这哥们也是 就是说 哎 我把我自个儿给煮了 啊 明白吗 这绝 这个 这个真是绝 然后呢 那天就出去 弄那个农村那种 大铁锅 底下那个 放那个柴火 然后呢 脱了光膀子 他躺到这个锅里 就躺到锅里 这个火就烧 但是呢 他第一开始感觉的呢 是舒服 就是说因为是初春 初春呢 非常冷啊 这刚煮的时候 还挺舒服 挺舒服 结果呢 那个因为太冷了 而且我最后分析啊 是农村那种大铁锅呀 倒热 卖了 外边太冷了 还就是刚刚开春 刚出春 底下的柴火 大约不够 他在里边躺了 俩钟头 这一直 煮不熟 没有人往里续柴火 对不对 越躺越觉得 舒服啊 不想出来了 那个温度啊 刚好我估计 类似于日本那种 雪地上的 对对 温泉的那种温度 桑拿的感觉 对对对 就躺着 最后出来了 没事了 把消息发到网上 你看 这还挺舒服 我为什么说不是假的 只有照片 你可以我给你看 你看 就这哥们儿 你看 他在自己煮 自己煮成这样 笑的你看 对对 很快乐 很快乐 煮乐了 你说这个吧 我脑子先想到 就是他怎么会想到 这方法自杀 我觉得他一定 他一定给猪杀完 又退毛 是不是用过这方法 真奇特 他就想到这个方法 我从没听过 这种自杀方法 把自己给煮了 对 不是 他有些人 他希望那个 网上引起关注 有表演心在 有表演心 结果外面煮了半天 还挺舒服 还挺舒服 所以 他就不痛苦了 结束之后 他自己一乐 没准这就是一个 就桑拿完了吧